眼前猎老二这掉毛 此刻正在一棵树下上窜下跳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他会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原来就在不久前 已经几天没有抢到打工豹食物的猎老二兄弟俩 鸡肠碌碌的站在树下 你看我 我看你 趁打工豹再次出去狩猎食物的空隙 猎老二貌似寻思打算对眼前正挂在树枝上的排骨下手 而这根排骨则是打工豹早已吃剩下的 鸡不择食的猎狗为了缓解肚中的饥饿感 也是顾不上草原二哥的颜面了 随即对着挂在树枝上的排骨上窜下跳 试图用那满嘴的钢牙将其咬下来 奈何自己的弹跳力实在不敢恭维 尝试几次都只是刚刚用嘴触碰到而已 闻到食物散发出来的香味后 是越闻越想吃 越想吃越吃不到 此刻更是急得直跺脚 本想走到大树底部想要爬上去 奈何自己根本没有爬树的本领 思来想去只好再次尝试跳跃的方式 看能不能咬下来 此刻看见猎老二这般模样 不得不说 他不做钢肠科手术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两脚兽在一旁见状也是笑出了猪叫声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两脚兽记录了下来 此刻的猎老二音咬不下来树枝上的香甜可口的排骨 闻到食物的香味 却吃不到 气得更是牙痒痒又无可奈何 站在一旁的猎老二兄弟健子 也是一脸的鄙视 他更是喃喃自语道 你平常不是做钢肠手术的时候 第一个吓到的呢 现在连眼前的排骨都没办法拿下来 殊不知他自己也只能一旁双眼干瞪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得不说这只体型稍大的猎老二 还是真的非常执着 此时依旧不断上蹿下跳 定要咬下树枝上的食物不可 随后果然经过不懈的努力 排骨也终究被他扯了下来 本想快速叼起一旁独自享用 哪曾想另一只老二直接趁机将其抢走 没想到猎狗之间也有帮人打工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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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